我那这就看足球 你说这现在成什么玩意儿了 这位大爷看了一辈子的足球 对于中国足球的感情可见一斑 他说要想彻底解决 就只能这么办 请您一圈三连 咱们一起来听听 钱都追了好东西 你得得生才有道 中国足球那什么玩意儿 我看这么一辈子足球了 足球这几天 我现在还关心 你没有用了 知道了吗 从那把水降风李福胜 那帮八一队李周哲什么的那哥的 我那这就看足球 你说这现在成什么玩意儿了 为什么我不看了这足球 就在这儿 一点没收拾 我真一点没收拾 我还是当中学足球 不是中学主席 提尾的头 连根本 宁可毁了这帮人 实现把人来说实话 没好东西 真没好东西 我不是说当官的 那底球员 教练 真是怎么回事 我年轻人都看 我那边看一毛钱 还是经常一毛钱的 我把工地人的 又轻人都在踢车我都经常看 我骑车就去到军队 绝对老熟 什么呀 为什么不看 我市里没我熬夜都看 反正我有的是时间 对吧 看完了我睡觉了 为什么国内我不看 你现在也白过我票 开车前过去我都不去了 为什么 不是说我这样想 我估计十个没扔 九十个都这样 都不去了 没意思 毁了 说你不好听话 这话都要干嘛了 是吧 甭说当官了 宗谐主席什么的 连里面球员都是 一帮流氓 他能踢好球啊 一帮流氓了点 说白了一帮痞了 这里有北京啊 有外地人多 国家的 在当地都是这 这句话 我不好意思 往下说了 在当地问问去 打给打给 全的有不起 他能踢好球 见了鬼了 全奔断了 就完了 谁都会说 我要在那时候 我比他会说 我也是 知道吧 你得拍着连着行 没好东西 说实话 都没好东西 不是说从足鞋那 底下 这没好东西 随便说 张晕晕的话 这没好东西 我说他是黑社会的 我一点没说 对吧 要证明 你有吗 这车祸 怎么回事啊 怎么不查了 就是黑社会 不见得是非得是 他说的 底下有轮 他能耗得了吗 您赞同大爷的观点吗 您对中国足球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请点赞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